同樣也讓人很驚訝的是有網友 在這個社群發文指控說 他參加臺大第二十三屆的人社營隊 然後上課的陳大外文系的教授 這個賴俊雄說要實驗了 他說要把鯨魚打成隻 讓許多學生非常的傻眼 網友就指出賴俊雄 對於臺下的高中生進行了哲學的實驗 說要把鯨魚放進果汁機 而且還徵詢學生上臺按下開關 雖然沒有造成鯨魚傷亡 但是還是有學生逃出教室 還抱在一起哭 情緒崩潰 那麼對此賴教授就澄清說 這個課程是以感受來做生命的私別 並沒有真的要殺死鯨魚 那麼鯨魚目前也活得好好的 對於沒有顧慮到學生的心理壓力 以及心理的狀態 他感到非常抱歉